郭总编 我们刚刚就顺着君涛这个话来讲 你之前跟我说过 说美国可能是故意让中共的间谍气球 这个子弹飞一会儿 在美国飞 而且它在美国形成这样的一个舆论事件 你为什么是这样 这和世界局势有关 也和美中关系的现状有关 我认为现在中美两国的未来的对抗 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 或者是说激烈的竞争的趋势 这个态势有关 先说一下就是1957年 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 从美国上空飞越 当时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尤其是民间社会 当时很多人很担心核战争 也有很多人跑到空地里去观察那颗卫星 就是说看会不会打起来 然后媒体也当时大肆报道 后来就是美苏两国高度对立的 这种冷战就开始了 那当然持续很长时间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卫星 当时的全苏联这个卫星导致了冷战 但是卫星事件确实反映了冷战的关系 所以它不是个原因 是一个结果 那这次这个间谍气球也类似 同样反映出两国关系的紧张 也是个结果不是个原因 我也不相信美国没发现这颗 这个气球进到美国上空 后来被舆论吵得非常热 但是美军坚持不打反对打 直到气球马上就要离开美国时 再把它打下来 再不打下来就没面子 但在之前美国舆论充分的发酵 我们这几天看到了就是一个舆论海啸了 媒体大规模的报道 电视台都去直播了这几天 就直播打下来的整个过程 社交媒体那个热度更高了 这整个在我看就是一个舆论动扬 和爱国教育的方法 就整个手法 我认为美国政府是知道 未来要和中共进行非常激烈的对抗 所以在美国如果没有民意的高度支持 这是很难做到的 谈到这个双方的关系 就要请教叶教授了 叶教授 美国把地球打下来 但中共方面认为有抗议 说你这个小题大做 违反国际惯例等等等等 这个气球在别国的领空 是有什么惯例吗 是有一个什么法律上的说法吗 这要看你用哪一种国际惯例来谈 第一件事就是 你若没有通报国际航空总署 然后要把所谓的飞行器 飞过别人的领空 其实某种程度 这其实就是一个宣战行为 那只是你要说一个在平流程上面飞的一个气球 它是不是带有带有攻击的一个意图 我觉得那个是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基本上 因为这个领空的概念 其实很难去划分 就是你到底要高到什么程度 还是算自己的 还是说在多少英尺之下 那个才算是领空 这个其实在现在所谓的国际惯例里面 并没有去交涉到这个层级 这也就是说啦 基本上你认为在你的领空上面或在你的领土上面 有任何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不管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到底是 中共放出来的气球 还是说真的是什么外星人的飞碟 只要你认为它对你产生威胁的话 所谓的真正的国际惯例 就是你有所有的权利去决定 你要不要把它打下来 所以现在来讲 美国把这个气球打下来这件事情 才叫做国际惯例 那中共当外交部所说的说 它这个打下这个气球 是违反国际惯例 那当然违反国际惯例 我觉得它讲的可能比较像是说 美国以前也放过气球嘛 苏联也放过气球嘛 事实上很多的先进国家 都有这种间谍卫星 间谍气球的一个能力 那过去他们飞过 飞到其他国家的领空的时候 怎么又被打下来 可是问题在于 你们打不下来啊 因为你要打下一个 6万英尺的一个标的物 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次F22 这个猛禽战机去执行这个任务 其实也让中国着实吓了一跳 而且甚至是说中国内部 其实这整个 我觉得网名里面也有点乍翻了 就大家在说 这到底是F22的极限 还是事实上它还可以飞更高 因为目前来说啦 殲20虽然说可以 它表定上的数据可以飞很高了 可是殲20飞超过 飞超过那个 对流程之后 其实它在所谓的对驾驶的一个供养系统来说 它并不是不够成熟 所以它到底能在这么高空上面 去进行多长时间的作战 这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虑 对 其实在国际局势方面 现在在美国 基本上有两个比较大的热点了 第一个我们说大的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战争 当然跟俄罗斯有关 另外一个恐怕就是 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那个呢就是台湾问题啊 是吧 就是说会不会打仗啊 所以你怎么看啊 像空军司令说 2025年可能会开战啊 你认为美国人是不是在 开始在准备这场战争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虽然这个司令说的话啊 那么大家听到很多 美国什么情报人员啊 或者中央情报人员 他们也都提过 那么2023年2025年 或什么状态 但是其实从军方来看 我个人觉得从2023年开始 他们已经明显的开始 做一些准备了 就是不是这个司令下了命 但是各个方面 但包括这种 比如说这种这个下盘推演 对吧 那就是说如果中共军队要打 这种该是怎么防 那种该怎么防 这样该怎么打 那样该怎么打 所以他们推演了24种方式嘛 那么我想推演之后呢 他们也会根据这个来 做一些准备 那么现在呢 其实比较明显的行动 就是最近就在这两天嘛 就是美国刚刚跟菲律宾 签署了协议 就是说菲律宾呢 原来有五个美国军事基地 那么有两个呢 空军机呢比较靠近台湾 那么在现在呢 它又增加了四个 而且这四个呢 就是马上就要建 就是这四个呢 基本上都是靠近 旅顺岛那个地方 就靠近北方 那么这时候 如果在这边 把几个基地建好之后 它这个飞机一起来啊 基本上就在导弹 这个射程范围之内了 就在台湾海峡 所以呢 它美军现在的一个思路呢 其实是非常清晰 就是我在菲律宾有基地 是吧 然后呢 日本这边也有基地 然后这个关岛这边呢 就是它现在也有 背了个 今年刚刚背的海军录战队 大概5000个月份做基地 然后它航母是移动的 这样情况下呢 它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 针对就是中共的导弹部队 如果这四个基地都有这个军事力量的时候 你一旦要打的话 你打哪儿 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四个基地都打掉 还有移动的 所以呢 现在它在这个方面呢 它其实已经在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准备 你说的这个还是属于就是我们怎么说呢 战略或者大战术的这个准备啊 因为这个空军司令之所以大家知道 它对战争有猜测啊 有预测 是因为它在国内部 国防部内部就是空军这个 就是空军的战略部 其实就是它后勤 运弹药啊 运这个航空汽油的这个部门 它已经下达了非常具体的作战准备的命令 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原来我们是猜啊 哪年会打这样会打 但它现在等于是这个空军司令 现任了 下了一个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里面实际下了非常具体的 作战的准备的命令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个人觉得这次气球事件啊 它有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因为美国它毕竟是个民选国家 它如果要打仗的话 它一定要有民情的 如果民众不支持 要有民意 对吧 就是就像这个当年珍珠港事件一样 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后 这个一下子美国再怎么去打日本 民众肯定是支持的 那在这之前大家知道 其实美国的民众对中共是比较反感的 我看到相关调查率说 这个美国民众对中共的反感率 大概达到百分之七十几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所有的媒体头版头条 全是这个气球 对吧 所以说不管这个左中右的 都在喊要打下来 要打下来 那么可以说 美国的对中共的这种名分 已经产生了 所以是一个舆论的动员 那么如果说打仗的话 这个好像把这个 民情的这种动员 民意的动员已经完成了 但这个呢 我不知道是有意为之 还是偶然形成 反正就在这个历史点上 出现了这么一件事 所以军事上在做些准备 但是没想到 这么一个机会 好像使这个 民意也形成了 对 其实这个可能也有 有一点对中共来讲 是有点冤枉 因为我看到一些图片 他们放的气球 其实是飞到全世界 各地都掉下来 然后大家很多人都捡到 有的人说 美国要去把那个东西捞起来 然后研究它的什么什么 还有这个 我在网上看到 说已经有结果了 芯片是哪个厂的 这个芯片是哪个厂 那个芯片是哪个厂的 但我觉得实在是多余 因为好像全世界各地 他们的这个都有掉下来 别人都捡得过 美国人难道不知道吗 我恐怕不是这么回事 但他在背后另外一件事 在做准备 所以郭总编 你也认为 这个所谓的新冷战 现在很明显 已经是不是要开始了 或者说这个关系 中美之间 还有没有可能 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逆转 我觉得很难 现在两国的这种对抗程度 已经是相当高了 从经济 政治 科技 贸易 军事 基本上所有的领域 两国都是针锋相对的 在进行对抗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间谍气球这个事件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它就是这种状态的一个结果 气球本身不是原因 就是72年 尼克松访华后 中美之间的关系缓和 建交进入蜜月期 890后 虽然六四之后就差了一些 但仍然还是大合作 小竞争 拐点是在 就是刚才教授也分析过的 就是2018年中共十九大之后 当时中共决定会不惜 就是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就发生了一个 完全转变了 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拐点 基本上很难就是有回旋的余地了 未来20年我觉得 中美对抗的局面 将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主轴 明天啊 对了 明天啊 对了 我们来了 对了